需要关怀,需要客户,需要怎么样,需要喂奶 但是呢,是不是属灵的人 一定是要信耶稣三年,五年,十年之后呢 才算长大,然后才能够去喂奶,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常常讲啊,你说 比方说我想学吉他 我学吉他的话呢,是不是一定要跟那个 哇,五星级的吉他大师才能够教我,是不是这样子 只要比我会和弦 只要比我多会两个三个和弦的人 是不是就可以成为我的老师 可以 对不对,就可以成为老师 同样的,你今天只要上了教会 你今天只要听了几篇道 你可不可以成为那些未信者 没听过道,没上过教会的老师,可不可以 可以 你就可以啊 不是说你一定要读完全本圣经 一定要上完神学院的MD符或D命 你才能够做老师,不是这样的 只要你比别人懂一点耶稣 只要你比别人多一点见证 你今天就可以带领很多很多那些不上教会 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 你就可以成为他们的老师 你就可以爱他们去帮他们 所以在爱心的网这一方面呢 我们千万不能等说 都是师母牧师要关心我 都是同工要关心我 那你们这些人怎么样 都是嗷嗷代步 你说我们怎么忙得过来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虽然我们现在佛低的网非常小 我们也不断地想要扩大扩大 但是在没有有形的网扩大之前 求主帮助我们要先建造一个无形的网 信心的网要建立 爱心的网一定要建立 我们要让大家每一个人来这里呢 你就知道你组长是谁 你知道你的组员是谁 那组长组员相互认识之后 目的何在 一起读经 一起祷告 一起怎么样 一起敬拜 一起赞美 然后如果有病呢 彼此按手 如果需要工作呢 也是彼此盖球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网一截起来之后呢 请问魔鬼还能做什么 魔鬼还可以剪破 没错 可是一剪破之后 我们继续怎么样 继续在补网 那请问 那个破网被捕之后 是更坚固还是更软弱 更坚固 对不对 同样你的身上如果有刀疤 哇那个肉 长出来之后 请问是更硬还是更软 更硬 所以更不怕了嘛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活水一定要截网 想尽办法要截 同工就是 宙师爷想说 如何来截这张网 来截这张网 灵记的网 要透过祷告读经 要截信心 要截爱心的网 然后灵记的网呢 要截祷告的网 非常非常重要 要截读经的网 要截福音的网 要截真理的网 这些网呢 都是神所命定的 都是圣经当中 不断地教导我们 一定要去截这张网 好 我们再想说 那灵记 那人记的网 要不要截人记的网 要 人记包括哪些啊 人记 人记包括哪些 大家想想看啊 中国大陆目前 有很多很多 人记的 人记的什么 关系 关系 人记的网站 目前全世界最有名的人记网站 是什么网站 Facebook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最有名的网站 什么网站 QQ 人人还不会有名 360呢 听说会后来沮丧 所以这些网站呢 很可惜都被谁在用 都被世界的网在用 我非常非常感叹 世界的网在用灵记的网 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 世界的网在用科技的网 人记的网 到处怎么样 散播色情的 赌博的 不良的 那些商业的 那些跟神的真理 完全背道而驰的 或是混淆不清的 是非黑白的 那些资讯呢 全部在网络当中 可是教会呢 我个人非常非常感叹 当那个Microsoft 出95Windows的时候 95Windows一出现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一发现说 哇Windows这么好用啊 因为在95Windows之前呢 何牧师就有一颗心说 有时候一回家 看传真机 结果传真机出现的 只是什么子 都不是我要的子 都有一些广告 什么旅游广告啊 什么股票广告啊 什么一大堆商业广告 可是我的传真机里面 从来没有出过说什么 耶稣爱你 你有什么 我可以为你祷告 我们教会 愿意提供很多服务 然后 耶稣爱你 生活 你爱你自己 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们愿意帮助你 从来没有这样的广告出现 我那时候心就觉得说 哎呀 如果我下班 看传真机的时候呢 有一天我发现说 有一个人 愿意为我祷告 我会心里面怎么样 我会很受感动 那我就想说 那我既然收不到 这样的传真 那我可不可以 发这样的传真给人呢 不就可以啊 所以在当年 用传真机的时代啊 我那时候就 哇 一张一张纸的怎么样 放在传真机里面 一张纸按一个键 一张纸按一个键 然后我就收集 很多很多传真号码 就开始这样子把福音 把单张传去给别人 后来当我一知道说 哦 Windows出现了 我们只要click一下 就可以把几百几千个 怎么样 信息如同传真一样 传给几百几千个 只要click一下就好了 我就马上说 我要去学这个 我要去学Windows 95 然后那个时候呢 没有一大堆什么中文电脑 免费上课都没有 那时候完全没有 那时候只有英文的 所以我就跑到圣约翰大学 去报名上课 我说我要学Windows 那个 interview的人问我说 那Mr.Ho 那你上过DOS没有 DOS DOS没有 我说什么是DOS啊 我说没上过DOS 我说我上过Cobo 上过Fortran 听过FortranCobo吗 你们搞完路都不懂啊 Cobo是 Commercial 什么 Cobo Cobo 反正就是商业语言嘛 商业语言啊 我说我当年 大学 总成绩单 我的Cobo跟Fortran是100分的 现在那全忘了 然后说 他说你没有上过DOS 不能上Windows 一定要先上DOS 那为了要学Windows呢 我就不得已先上DOS了 你看 这个Susan啊 我上 两个礼拜前还去上电脑课呀 你看 我一去上到电脑课 就把我们的同学带过来了 认识一下认识一下 Susan站起来一下 哈哈哈哈 何牧师走在哪里都在抓鱼呀 你看 一起上电脑课的人 我就把他带来教会了 请问你们要不要这样 请坐请坐 请问你们要不要这样做 活水教会怎么来的 活水教会就是何牧师跟师母 我当年在路上 在公园 在巴士 在地铁 然后在超市 见到任何人 就跟你们讲说什么 耶稣爱你 来教会来教会来教会 就这样子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的 所以呢 我们带领信主的人 至少超过几千人 决志受洗法 太多太多的人 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到处再找人 所以当 当Windows出现的时候呢 我去圣洋汉大学上Windows课 可是呢 他叫我先上DOS 那我听到 听了几次发现说 这不是我要的东西啊 因为他这个写程式啊 写软件啊 我说我要的是什么 我都要 要懂得怎么样去发E-mail 我要懂得怎么样 能够把我所收集的所有传真 或所有收集的E-mail呢 能够一次传出去 发出去 他说不教这个 他说我们到时不教这些东西的 结果呢 我就上完课 咱们听了不听 还要写作业也不写了 我就直接跑到他的Lab 实验室里面怎么样 自己去玩Windows 自己去学Windows 就这样子 我就懂了 什么叫做Windows 那出了Windows98 Windows2000出现之后呢 我就去研究 98研究2000 一直研究 怎么样建一个科技的我 那2000年的时候呢 感谢神的恩典 其实我们火水教会 以前有一个网站叫做福杯满E E是Eternal Excited Excellent 福杯满E 那英文叫做Ewater.org 那时候要申请 那时候要申请这样一个Domain 不容易啊 算早期了才能够申请到 那 结果呢 里面大概有几千页 可是 帮我设计网站的人呢 那个时候才18岁左右 一个小男孩 我怎么认识他呢 我的电脑坏了 那他在金山贴广告 说能够修电脑 我就找他来替我修 修完之后呢多少钱 70块马上付给他 然后第二次呢 我又找电话给他说 你会不会设计这个海报啊 我说我们要办活水三周年的感恩餐会呢 需要设计海报 你会不会啊 他说我会 我请他帮我设计 然后呢 我陪他一起构图 研究背景 研究颜色 研究字句 然后研究这个海报 大概花了三四天的时间陪他一起做 设计完之后呢 我感到非常满意 是一个活水大瀑布 然后呢 他说一百二十块 我就马上付一百二十块钱给他 然后呢 请他来就会带他受洗新耶稣 哈利路亚 信耶稣了也受洗了 受洗之后没多久 他有一天普来教育 他说何牧师啊 我可以替教会做网站 我说网站很贵啊 做一页 那个时候行情两百块 两千年时候 做一页网站两百块行情啊 我说 这个 我当然想做啊 可是做不起啊 他说 他说我可以免费替教会做 我一听到就太开心了 我有三个月的时间到他家去 每天陪他怎么样做 怎么样研究 把网站丰富化 把网站真的多元化 把网站弄得真的是 靈魂体全方位的关怀 哇 结果还给我设计出来了 里面有几千页 因为这个小男孩很会做什么 把part and paste 很会link 就把别人的网站全部抓过来 然后全部放到我网站里面去 所以我的网站里面是包了万象 应有尽有 可是呢 变成大茶会 大锅饭 那后来呢 他跑去当兵了 跑去当兵了 所以我们网站呢 就后继无人 感谢主 其实我目前有一个 那个文历啊 文历 大家认识一下 文历其实 他自愿的 自动的 用英文 替我们教会做了一个 英文的网站 全都是英文的 但是呢 我们是英文教会 还是中文教会啊 那 所以我们将来还需要把 把中文的全部 这个update进去 所以我 强调这点的目的就是 我 一直在想尽办法 要结各种网 要来得人 所以当有科技 这样一个 这种 资讯出现的时候呢 何牧师不落人后 何牧师想尽办法 要迎头赶上的 就是要结这个科技的网 那 何师母 常常 过去啊 要做一首歌 做PPT powerpoint 做一首歌 要做一个礼拜 为什么呢 要自己去照相 要自己去打字 要自己去设背景 要自己再去上传 做一首歌 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感谢主 现在呢 何师母一个晚上可以做三首歌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YouTube有很多很多资讯 可以 找一首歌 就从YouTube里去找很多很多现成的歌词啊 背景啊 音响啊 然后呢 去抓好的 然后再互相切换 互相更新一下呢 何师母就会搞一个最好最好的 可是单单靠一个何师母做能做多少 还有紫钞 所以我们需要 对还有紫钞 紫钞帮忙做了很多很多首歌 那紫钞所做的歌呢 点击率比何师母的高很多很多 很多 很多人告诉我 你们活血教会有一个人做得很棒很棒啊 他好喜欢啊 我告诉大家那是王紫钞做的 感谢主 两个人够不够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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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呢 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结网的工作 因为这个网结好之后呢 何师母告诉我说 目前 已经有几万人点他的 五万六 已经有五万六千人点了 那请问 我们4D有没有五万六千人进来这里 你说怎么进来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鱼塘 所以 何师母才放几个月 已经五万六千人点他的东西了 那希望我们将来怎么样 五十六万 五百六十万 五千六百万人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就要预备自己 要不断的结网结网 扩大扩大 延伸延伸 有一天呢 到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向神交账 我们至少尽力过 努力过 那么如果我想过 我一点没有付过代价 我将来怎么样 向神负责这样 我至少努力过 跟上帝讲说 耶稣啊 我曾经试过 要做福费满意网站 我曾经试过 要透过YouTube传福音 我也曾经试过 要透过iPhone 要透过这个 这个这个 Facebook Twitter来传福音 我至少试过努力过嘛 我将来才可以 太阳伍具建设嘛 所以科技网这方面呢 我们大家要不要结 要 要结科技的网 一定要想办法结 所以你上Facebook 目的何在 认识人交朋友 对不对 互通信息 对不对 可是这一切的总目标 要得什么 要得人 要传福音 救灵魂 因为一切都要过去 会失去的东西 没有一个是永存的 所以你要得着那些 不会失去的 会存到永远的东西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科技网 我们要结 好第三个 就是人济网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哈 明述记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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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济网 明述第一章 这是上帝说的 上帝叫我们结人济的网 人济网先从哪里结 明述记第一章 明述记第一章 第二节 我们现在第一节念 因为第一节是上帝说的 这不是摩西想出来的 第一节 请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 第二年2月初一日 耶和华在西南的旷野会幕中 小玉摩西说 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 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 计算所有的男丁 好 怎么样 结枉 按什么结枉 按以色列全会众的什么 大家念 家世宗族 好 犹太人 因为上帝 吩咐他们 要注重家世跟宗族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关心的 就是家谱 好 除了犹太人关心家谱之外 还有什么人最关心家谱 就是我们中国人 可是你们这些从大陆来到纽约的人 请问你们 目前有带家谱的 让我知道一下 爸妈有给你家谱的 让我知道一下 没有一个人带家谱啊 我感谢主 古墓西的家谱 我爸爸 在我出国之前 他不知道说我一出国会多久才回来 天天晚上 加班 挑灯业战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后来我要坐飞机的时候 我爸爸说 这是我们的家谱 把家谱给我 结果那个时候是手抄本 手写的 后来 我在2001年回台湾的时候呢 我爸爸给我两大本 印刷厂印出来的家谱 请问你们几个人注重家谱 嗯 你知道你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谁吗 你知不知道 你看看 我们得罪神啊 神希望我们关心什么 关心你的家世跟宗族 可是你现在呢 爸爸的爸爸是谁你都搞不清楚 爸爸的妈妈是谁你都搞不清楚 你说我们何等何等亏欠神 亏欠祖宗啊 结果莫名其妙 中国人还是最败祖宗的人 败祖宗是自私目的 真的在圣中最远吗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 纪念家世跟宗族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章 明书记第四章 你看下第四十六节啊 一起来念情 凡被属的立位人就是摩西亚伦 并以色列众首领 照着家世宗族所属典的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台务之功的 更有多少人 八千五百五十名啊 八千五百八十名啊 如果你知道何穆斯跟师母当年 在家庭里面建立教会的时候 付多少代价的时候 你就晓得 所有教会的人事务所有工作 都是师母 几乎都是师母一个人在做 那很多教会呢 我跟大家 其实跟大家报告 很多教会 不管他成立 不管他分堂 牧师都有一个秘书的 几乎所有教会都有秘书 可是何穆斯和师母呢 从小到大 从零到有 然后建立教会呢 何穆斯只有一个秘书就是师母 师母是任饶任怨 这个 这个这样什么 废寝忘食 然后不眠不休 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做二十年 一毛钱都没有 一毛钱都没有 如果今天何穆斯要请一个秘书 请问多少钱才能请到 嗯 三四千 你说扫钱他要吗 没人要做的 可是何师母呢 做了二十年一毛钱没有 而且呢 他是自动自发 扫地 吸地 擦桌子 整理 你说砸字架 整理任何东西都自动自发的 但是呢 为了要 结大王 为了要 更多更多的承担责任服务人群呢 我求主恩待我 真正能够求神给我一个秘书 为什么呢 的的确确 教会要发展 要繁殖 要突破要复兴 需要有 一个比较专业的 比较全职的人 来做这些怎么样 一些行政的 行政的 事务工作 非常非常需要 所以 请同国们好好祷告 求神 给我们信心 能够迈开这样的一步 那人际网 最先最先的人际要 先从哪里节开始 从家庭开始 家庭 那 中国人 非常非常顾家 犹太人更是如此 我们好多好多福州人 我非常受感动 有好多好多我们当中的姐妹呀 她告诉我说 她每天都要打电话给妈妈的 诶 让我知道下 哪些人每天打电话给妈妈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 谢谢主啊 孝顺 希望你们继续打 我鼓励你们继续打 而且有些人告诉我 每天要跟妈妈聊天 交话多久时间 一小时以上 妹妹你是不是要一小时以上 现在还是如此 每天打电话一小时以上 现在上课了 又上课又上班 所以比较没时间了 哇我们当中 我所知道 每天打电话 打电话一小时有很多很多人呢 妈妈还开心 开心呢 妈妈真开心 这宝贝儿子真孝顺啊 女儿真是乖巧啊 那请问 请问 上帝有没有在等你打电话 上帝天天在等啊 我的孩子啊 你没有打电话给我啊 有没有打 你打过吗 你连吃饭的时间 要做谢饭祷告 你怎么祷告的 就三句话就讲结束 对不对 每天睡觉之前 你打电话给上帝 讲什么 上帝啊 你要帮我搞身份哦 我身份一定要过哟 那你跟妈妈讲话 是不是都讲这些 都不是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妈妈希望你跟她谈心 同样的我们的上帝也希望你跟她谈心 但是呢 上帝告诉我们 你除了跟上帝谈之外 看不见上帝 你更要跟谁谈 家人要谈 所以家庭呢 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家庭如果合一相爱 教会就合一相爱 教会合一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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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就成为灯台 能够照亮黑暗的社区 可是目前的世代呢 求主怜悯 教会影响不了社会 反而是社会在影响 在败坏教会 我们非常感叹啊 非常感叹 我们怎么样去见主 所以教会要复兴的时候呢 一定要建立家庭的祭坛 一定要建立家庭的网络 感谢神 像贝贝一信耶稣之后呢 她听着跟妈妈讲什么 妈妈你要信耶稣啊 妈妈耶稣爱你啊 她妈妈本来是佛教徒 那贝贝后来妈妈信耶稣了没有 信耶稣了 感谢主 谈话的目的呢 对妈妈信耶稣 得人咯 你不是谈话的目的呢 只能跟妈妈怎么样 啰嗦 哎呀我指甲店老板对我好凶啊 这客户不给小费啊 今天洗一个黑人的脚 臭的钥匙啊 跟妈妈讲这些干嘛 你要跟妈妈讲什么 耶稣爱你妈妈 我在美国信耶稣了 耶稣是谁 跟妈妈讲这些 不断地讲讲讲 讲到最后呢 妈妈信主了 得人了 可以面对神了 所以在建立家庭网络这方面呢 求主给我们智慧聪明 信心爱心 知道怎样建立家庭的网络 我跟爸妈跟兄弟姐妹 跟你的cousin 要更多更多的联络 互动 呃 呃 我们来看 出爱几季 十七章 十七章的 我们小的圣经当中呢 一直告诉我们 叫网络 说 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与护尔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 就是摩西在征战 神呢 为他预备了两个人在那边 什么 帮忙他 支持他 扶持他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呢 人际网上面 家庭这一方面非常重要 请问亚伦是摩西的怎样 哥哥 你看兄弟彼此 守望 相互有爱 好看到第十八章 十八章的第二十一节 一起来那请 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 就是敬畏神 诚实无望 恨不易制裁的人 让他们做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管理百姓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 大事都要沉到你这里 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 这样你就清醒些 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 好 我们再看 这个 明宿记三十一章 明宿记三十一章 四十八节 二十两天请 带领千军的各军长 就是千夫长百夫长 都敬前来见摩西 对他说 仆人群下的兵 已经计算总数 并不短少一人 哈利路亚 所以呢 这里告诉我们 神给摩西智慧 最后呢 如何来管理团队 如何来连接网络呢 透过多少 多少个长 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一个基本的单位 彼此串联 相互负责 而且呢 并不短少一人 非常重要 旧约 如此 新约 请问 大家有没有记住 耶稣曾经 对一个百夫长说 哇你的信心 比全以色列人都大 是不是有百夫长 有百夫长 好 福音 传给白人 第一个白人信耶稣的是谁 戈尼流 他是一个百夫长 圣经当中 寄到百夫长名字的 一个叫戈尼流 一个叫尤流 两个都是流 然后呢 都是百夫长 所以新约时代 犹太人里面 有百夫长 罗马军队里面 有百夫长 那请问 我们当中 了解部队 了解军人的组织的人 你晓得啊 我们台湾的人 大学 之前要上成功里 大学毕业之后呢 像我个人 去过卫武营 去过中爱庄 然后去过 去过复兴钢 哇受很多很多训练 我是特战出身的 特战特种部队出身的 所以这个 受了很多训练 那大家晓得在部队里面 每三个人 就一个什么长 五长 九个人一个班长 四多个人一个排长 然后呢 一百五十个人 一个连长 六百个人 一个营长 所以部队里面呢 你看分层负责 非常清楚 最小的是五长 然后排长 五长 班长 排长 连长 营长这样上去 然后团长这样上去的 那公司里面呢 你们去过大公司 上班没有 小公司不管 大公司都怎么样 有组长 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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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最后什么 相礼 父礼 金礼 协礼 副种种 很多很多 对不对 那请问教会有没有这样子 教会这一方面呢 你看看圣经上 告诉我们需要 可是社会呢 世界的我呢 拿去用了 可是教会界呢 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 上下左右搞清楚 就是个人对上帝负责 教会的属灵口号就算 你自己跟上帝负责 结果呢 没有人真正落实关心理帮助你 当你需要爱 当你需要倒盖上去找谁 就找牧师 所以把牧师 怎么样 叫burn out 每个牧师好可怜 你知道吗 真的 一个家庭 一个教会只要有三个家庭 在搞离婚的话 那牧师没时间睡觉的 懂不懂 所以 非常非常忙累的 那我们要见人既往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 要先从家庭开始见 你要跟兄弟姐妹 跟父母子女 怎么样 要开始有读经 有祷告 求主恩待我们活水人呢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你回家跟你的 配偶跟你的孩子 一起屠圣经 一起祷告 然后呢 在一起 在一起睡觉 好不好 当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 你看看神 要怎么样恩待活水教会 要怎么样恩待你的家庭 那 家庭建好之后呢 然后建你的什么 你的什么 叔叔 婶婶 阿姨啊 什么 这些 这些 这些uncle的 全部建立起来 如果你不跟随神的教导 这样去连接你的亲人朋友的话呢 我跟你讲 我不能对神负责 所以当我外婆 但我外婆被主接去 我的外婆一百零二岁 才被主接去 她一百岁还能够穿针引线 我的外婆是 我印象当中 她每天五点钟起来祷告 祷告什么 她就跪在床上 把她所有记得的一百多个亲人名字 怎么样 全部念一遍 我的外婆 每天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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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婆不认识字 那她至少带了一百多个人信耶稣 至少至少 所以我印象当中 我们逢年过节啊 才有鸡可吃啊 台湾那时候很可怜 我六岁以前没有吃过橘子啊 所以我印象当中 我外婆呢 都把鸡肉给我们吃 拿所有鸡脖子的皮啊 你一大堆脂肪啊 还一个人吃 全吃 可是我外婆呢 活到一百零二岁 哈利路亚 她那时候也不懂什么 健康 营养 保健 运动 她没有 我外婆没有什么运动的 她就活到一百零二岁 然后呢 当我外婆过世的时候 我回台湾 我外婆生了七仙女 我妈是老妖 然后我就 透过 因为外婆过世 所以所有的子孙要不要来 全都来 所以呢 我就把我们的子孙家谷 从外婆开始写的 写的就是做了一张大表格 然后贴在那个安息礼拜的那个殡仪馆 然后呢 就是尽我的方法本事 然后呢 要把福音传给所有来参加安息礼拜的这些人 因为我知道说 如果我不把握这次机会的话呢 外婆走了之后 请问我再找他们 他们会找我吗 他们不理我了 只有透过外婆这一次呢 他们就全部都会来 对不对 就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什么长辈 长辈 他可以连结所有家族的话呢 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怎么样 求主使用 求主恩代 让你成为一个连结家庭 传扬福音的一个好机会 好我们再来看哦 这个 《毕代至上》二十七章